这是一个被青山地水包围的村子 虽然地主大南山中部是一个蠢龙山区 但是近年来在村干部的领导下 村民的日子也渐渐红火了起来 勤劳的村民套着德庭独厚的地理条件 利用靠山吃香的优良村口在村里面种植柴叶 以及各种水果等产业慢慢部族起来 为正西乡村这一宏图为业 画进了新的篇章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先圈个有用 点个一进三连 或者是先点赞打播弹幕支持一下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留言下面 邀请我去你家乡记录和拍摄 走避朝上正式记录 大家好 我是曹友静 今天大家就来到广东上头 这里是长南区厚厂镇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 是叫中村村 走进这个村子这里 村口这里就有人 在晒一些茶叶的 在村口这里呢 这里有一个学校 跟尼瓦不同的是 我走过非常多的一些商区 然后很多的村子 那些学校都是搬不成的 但是这个村子却有一个学校 而且可以正常的搬 说明这个村子的人口也是不少的 一年之际在渔村 因为现在是村茶采摘的大好时机 来到这个村子 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声音 和发自那西方的喜悦 面前は市民水平下的高校 而且有免疫苗的学校 上班的人 在看区域 在学校, 让些职业 有免疫苗的进步 你会看到这些 因为在学校大学 对面的人 又是事实时 对面的人 有免疫苗的 obligation in us 礼拜祭我 你是最多擅長的 而且你都走用之後 在市 countryside 村展 tattoo 一年所以是挺多的 它在市内 annoyern 你还没登录来的呢 没好见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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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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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村民大叔的表面街头中 似乎能体会到大叔是抱怨村子的年轻人 大多数不愿意留下来靠农业支部 但在生树聊聊中不愿意留下来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这里在四五年前 还是一个信息必设的山村 大多数年轻人想要通过电商带动家乡巴掌 却有心无力 直接影响的是村子在以前是没有网络信号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乡村政策的大力投入 网络信号卡的架设和农业的重点扑持 在学习新技术买入新装备引进新品种 逐渐告别传统的生产方式 茶叶的生产量是起来了 但是村子至今的茶叶出售链 依旧是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 村子至今没有一家市通过新型电商 带动家乡茶叶产品推广出去 以及村村区没有多少物流企业入住 茶叶滞销相对比较严重 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而大多数年轻人在外面成家立业 生活习惯的也就很少愿意回来 今天来这个村子最主要的还是要来这里 看一下这里的一些产业链 就是茶叶的一些生产还有采摘 现在就打电话给我之前联系好的一个朋友 感觉今天还是比较值得的 应该是这一栋吧 就在我身后这里 这里有人在晒茶叶 谢谢 我来看你拍地儿 你做什么做的 你做什么做的 我做什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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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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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你拍的地方是否有 或是否有点厚 不是 你听不懂 拍到这时候 拉两 你这样 摇得了 你再来一摊 你再摇一摊 你再摇四摆 四摆 你再摇一摊 一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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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一摊 就想起来 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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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成的部副是 这次邀请我来拍摄的村民 他们承包着村子 近二十亩的商地种植茶叶 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茶叶大户 可演下正值茶叶收成的大好时机 为了最大化降低人工成本 一家几口人只能亲自动手 一条龙采摘 晒茶 制茶等等 都在为采摘收成 忙前忙后 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 和娴熟的动作 我是不好意思多做打搅 简单的交流后 跟着他们一起来到茶园基地 真的是太厉害了 也是太壮功了 在我身后这里 一整片都是茶园 这个一踢一踢的 像梯田一样 这些茶叶就是种在这些梯田上面 参观完茶园种植地之后 又来到了制作土上茶的做坊 做坊虽小 但机器设备一应俱全 虽然有增加了机器设备 省光省力的许多 但是工序一道也不能减少 而是一个简单 而又防守的过程 由于视频时长关系 在这里就不详细一一呈现给大家 这个时间还有多少个朋友 在看我的视频呢 在线的朋友 在视频弹幕上打个6668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次的视频再见 请大家funded이습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